不明原因的持续发烧贫血可能是血癌的征兆 哪些人是血癌的风险人群 血癌容易治愈吗 新唐人血癌健康展 10月6号上午11点至下午3点 法拉圣喜来登酒店二楼宴会厅 邀请血癌专家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邓长春博士 及健保专家和你分享健康知识 现场提供免费健康检测 还有多样好礼等你拿 感谢观看